东方卫日记者提问 那么我们关注的有报道说 日本政府将拿出800亿日元的专项基金 用于补贴福岛地区涉鱼产业 请问中方对此和评论 谢谢 如果日本准备排海的核污染水没有问题的话 福岛地区的涉鱼产业 怎么会因此受到影响呢 如果日本政府不是心虚的话 为什么用补偿费来稀释宁人 这只能说明 核污染水排海是真有问题 大有问题 约有四成的日本民众和中国 韩国 俄罗斯 太平洋岛国 菲律宾 印尼 秘鲁等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民众 都强烈反对日方推进排海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 日本政府对国内外的反对声音 装农作哑 日方用补偿费换取本国民众的沉默 确置周边邻国和太平洋岛国民众安全和利益 于不顾的做法 只会引起国际社会更强烈的质疑和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